嗨,我们现在收听的是报道有意思,我是竞贤 来很多这个文章大 大家四季大哥,现在开车 还有人买船来做Uber 跟我们很竞争 大家越开的时间都越长 这个时候我们今天来讨问陈振川 他的名字,他的艺名 飘龙影,所以说大家都叫他飘哥 他在开车之余 他还有三中街头艺人的证照 他还很高兴,很有成品 还有很有作品 飘哥你好 大家好,我是飘龙影 飘龙影 先跟大家说 听起来你在开车还有时间去考证照 编织听起来 编东西听起来是 手很巧,比女性 也要花时间 是怎样你还有时间做这个 其实这是一种的选择 我是用打包带来编织成作品 有一些小作品 打包带是什么会儿 打包带是有的人 人在外面包装的那样的塑料 他算外面的塑料 人们会有大量生产 就是外箱的大包的那个袋子 那像抓型的,外面要把他固定 那样像塑料那样的,稍微硬硬硬那种 是是是,就是那种 打包带 那可以做编织哦 可以做编织 这个延续就是以前我们用那些竹片 下来编织的东西 类似,但是这种打包带在编织的时候 它比较滑 它比较滑,比较不太好做 那你做到有成品出来 那你要做多久 其实做编织的成品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 只要你有一种东西给它固定以后 你就可以发出很多种的东西出来 你讲得很简单 我自己,其实所有人都自己摸索的 那你就用打包带做什么 我的打包带也做红炊 嗯 啊,翁莱 哦,翁莱哦 就是凤梨那个形状 鱼 哦,鱼啊 鱼啊 莲花 肉掌 哦 哦 哦 嘿 啊,再来就提栏 嗯 哦 你也 就是我们拖的鱼啊 哦,鱼啊 哦,像以前的人拖 放过这里啦 先去拜拜拿 嘿嘿嘿 那那个提栏 嗯哼哼 嘿 这样哦 还有包包 哦 还有我们的 另外一种的包包 哦 哦 我看不见 有人,有人提那个,有点像这环保包包啦 哦 哦 对啊 用大包带 galleries之前也蛮大的 擺攤的地方 他也要是 要有合法的地方可以給你擺 這是各縣市他們都有他們的規則 你不是只有一個證照 你有三張嗎 我有三張 我有打包在 邊緣的中國節 中國節 這些都屬於義工類 義品類的 那個證照 還有什麼 一張是藝術品的 我也沒有說 藝術品 工藝類的 工藝類的作品 也是打包袋的延伸 也是由打包袋跑出來的藝術作品的證照 它是屬於打包袋的工藝品 所以你現在可以做街頭藝人 你可以貼補你的收入嗎 其實 其實 因為街頭藝人 只要看 時段跟那個 地點 因為你如果像在淡水的時候 或是那個 因為我都做一些童玩 如果你在淡水 或是在公務員的時候 那個收入就會比較好一點 你如果在外縣市的時候就比較壞了 因為 我目前有三個館市的 街頭藝人證照 喔 呵呵 就新店宜蘭 台北 台北市 喔 對 所以說你是 招車的時候有時間你也真的會去做街頭藝人節就對了 會來會來 你如果有 有新穿有過 有那個所在 我 沒有違法的所在 我會去 去擺一下 嗯 像我這樣會去 會去打包袋 編織 跟他做到有一個 作品出來 喔 還去看著證照 要很久的時間嗎 其實 我這個 我是差不多都延伸的啦 因為我自己都自寫的 自己創造的 作品 你這麼厲害啊 自己學的 對啊 啊他那都是 都是一個 你自己 都是一個延伸的而已 那是 因為我這樣也 拿證照是拿四年 將近四年啦 啊那個 學的時間差不多五年 五年以內而已啦 哇 那是 吃老 吃老太勇 吃老太勇 才來去學學的 飄哥一直說 他很多歲 其實才五十多歲而已 對啊 那是說 有的人說 像我現在 開電車 很競爭嘛 有 那你一天都走幾點鐘 我 我平均切一天差不多都12點前久啦 不過 我現在是有在轉向 我現在有在轉向 差不多都 都往那個 那個包車旅遊的方向去走 哦 比較難得辛苦 時間比較難得長啦 嗯嗯嗯 因為你如果 定點 搶下去的時候 因為是 八人客 是要走 嗯嗯嗯 做我們的 學部品質做得好 八人客 一日 這樣 時間都會縮得多 差不多八點前五左右 收入也比較好 收入也比較好 好多少 啊 好多少 差不多三千五至四千塊 哦 一天 一天 哦 一天 八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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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樣比較好哦 因為整天八天 好 好很多 好很多 哈哈哈哈哈哈 我來講一下 很滿足啊 哈哈哈哈 好很多啊 嗯 嗯 所以說你有算算過了 你如果說 因為你以前也塞車嘛 那是塞車這樣八點前 哦 會收入差不多多少 以前差不多兩千幾塊而已 哦 啊現在 現在還有 有補進來 對對 都千幾塊而已 我看見都千幾塊而已 因為那時候時間就很長而已 嗯哼 對 如果這樣說一下 差不多要兩千塊 到現在要四千塊 還要到對背 啊 還有時間不用那麼長 哦 不過 不過我也很辛苦 我們都要學一些 那些三西產品啊 還有服務品質路線啊 等等啊 哇 所以同樣的導遊要有 為什麼要 我就幫你導遊 還要幫你三西產品 是怎麼樣 那什麼 啊你要 你要有那個 上天給我看 有那個外國客人過來 一間本你就不知道 你去哪裡啊 嗯嗯嗯 你如果把你逼的 那些三西產品拿給你看 你看沒有了 哦 啊你就是要去上課 要去學啊 嗯 因為我們這個年紀來 不是說像現在的 年輕人這樣 嗯 他這樣 啪啪的就出來了 哈哈哈哈 啪啪的 哈哈哈哈 對啊 哈哈哈哈 手機把他整整啪啪的就出來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手機啊 電腦啊 手機啊 日子啊 啪啪的就出來了 嗯嗯嗯 嗯嗯 嗯嗯 所以鏢哥你就是 也有感覺說 只有這樣 一直 一直可以吃 這樣也時間很長 齁 很長的很長的 嗯嗯 啊你 最好是你學一些東西 我現在才學一些東西齁 自己的精神也比較不舒服 十多年紀都讓我去車上 嗯 對 因為你現在 客人車你如果說 路走的 嗯 路走的 嗯 那差不多都這樣走 走 有時候有兩個人 還會學到沒有人家 嗯嗯嗯 嗯 現在很多人習慣叫車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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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安憲要當路邊的 真的比較少 很少 嗯 啊 全部都 有保留 對啊 啊你以前那個 那個鵝鞭枝啊 對 這東西就是 你有時候在等人家的時候 你也會自一下 會自一下 以前是會 以前 車的 現在比較不大 啊 現在比較 哈哈哈哈 以前是 車叉在旁邊在等人家的時候 都會這樣 都會這樣 拿起來 摸上 對 對 啊 啊就是那個時間 去讓我研發一些東西出來 嗯 啊 所以說 欸你也不簡單 一方面是 會自己竟學鞭枝啦 啊一方面想說 精神開在等 也不值得 吼 對啊 反正 營也在那裡營 就 手放上當 嗯嗯 啊所以你現在又轉型就對了 嗯 對啊 啊像現在是差不多都轉型在走那個包車旅遊的方向 嗯 啊對 啊你現在包車旅遊吼 你人家為何來 對啊 沒有人家都是外國客人 啊外國客人他怎麼沒標過 剛 剛開始的時候是網路 哦 我跟他來打網路 哦 那後面這 最近兩三年的時候 是人家介紹人家這樣 哦哦 口碑 嗯 對 人家介紹人家 很快 哦 風聲也很好 哦 對 所以說 啊在你的人家的客群 你說因為是 你網路嘛 齁 嗯 呃我有新大坡 嗯 有馬來西亞 哦 有鄉黨的 嗯 啊 路客現在比較少 嗯 也有路客 哇 哦 表哥你也很國際化 哦 對啊 啊在電腦 會要一兩步 嗯哼 這樣吼 他們來找你之後吼 他們都會說他要去哪裡 呃 沒有 你們的行程是 我去安排的 他們的說大點 大點 像壓力 嗯 高分啊 嗯 哦 啊 啊我們就要延伸到 我們的 私底下的景點 私 私密景點 我們自己的景點 去穿下去 剛才 穿起來 剛才一天了 哦 你自己也會把他吃完啦 哈哈 對對對 你自己要吃完啦 不然人家會 就這兩個點 他們也不喜歡啊 對 呵呵呵呵 對對對 那是說你私密景點 哪裡來 呃 都要把他去採線 要把他去採 哦你怎麼擔你行程呢吼 也不可以這樣說啦 因為現在的 這兩次 你正常你如果自己不專心 你後面也會去 嗯嗯 所以你現在要開發新的景點 對 對對對 湊成一天差不多八點間的 course 嘿嘿嘿 啊你 你去到那裡 去到那裡 你如果說 啊這裡 你如果說去阿里山 阿里山你就要做什麼 阿里山就是看日出 看雲海 還要走那個步道 這樣而已 對 啊你如果去日月潭 要去日月潭做什麼 嗯嗯 日月潭就是 去做那 嗯 環湖 嗯 吃那邊的小吃 嗯 對 對 就是這樣啊 那你還要受訓嗎 你又說還要說故事嗎 啊 那個 要有那個證照 因為要有 我現在是有解說員證照 哦 哦 對 還要說在地的故事就對了 還要說一些在地的故事 嗯嗯 你也是要去做 要去導覽 你 你最愛去聽別人說 嗯 說一說 我們要去吸收 我們才有別人說 哦 嗯嗯 現在我現在已經在阿里山 你會說什麼 阿里山大門就是會帶他去看日出 是 哦 看雲海 哦 那你也會對很早起來 對啊 看你日出就叫雲海 嗯 就看他那個那邊的那個 花花草草啊 就在二三井啊 然後 怎麼介紹 嗯 啊 秋啊啦 什麼秋啊啦 嗯 也要不要秋啊 你會怕嗎 你一縮眼 你總是要 要有東西去吸引到那個客人啊 呵呵呵呵 這樣吼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帶去 現在 現在外面在帶的旅遊的人 嗯 他們大部分都是 嗯 把客人送到九份 好 我送到九份 我就在九份的門口讓你下 嗯嗯嗯 然後客人你自己去撞 嗯 你自己去去洗嘛 就是幾點 你讓我出來 嗯 這就是純理行色的待法 嗯 我不是 我們的服務是說 好啊 我帶你到九份 好 我 為你怎麼走 怎麼跟你介紹 嗯 就生平戲院 阿妹茶樓在哪裡 嗯 賴阿婆的黑衣在哪裡 什麼黑衣比較好吃 這樣 這樣走 嗯嗯 哦 這樣真的 尤其是國外來 因為他們也沒有了解嘛 對 他就變成一次來 因為他每個人都可以去看到 對對對對對 都看得到 他想要看的 因為 啊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 他要 什麼樣的東西 會出來 這樣 嗯嗯嗯嗯 哇 這個很重要的 是飄哥 因為人家叫做飄龍贏 所以說飄哥 他是他的藝名 因為他本身很有編織 他有什麼 對 街頭藝人的證照 而且他又是解說員 還有柯解說員 你也很多才多藝人 沒有啦好學啦好學 好學 嗯嗯嗯嗯 這就是粉絲好學啦 對啊 為了也好學 對 所以說 對 所以說 跟他講到 在這裡 開好久 齁 而且競爭越來越多 現在轉型做爆車 齁 就是應該這也很多人想要試試看吧 很多 我們這麼大的 對 很多 很多 所以 所以 那個 我們 我們有一個協會 嗯嗯嗯 他是一個中甲大學的教授 那個 何順忠何教授 他成立一個 台灣計程車 嗯 學院協會 哦 他就是 他就是 專門在受訓這一些 就是 提升你計程車 各年的 服務品質 嗯嗯嗯 他有服務 嘿 山西 還有一個那個 哦 哦 他那那那的產品出來 嗯嗯嗯 所以說這個 有計程車的 學院就對了 齁 對對對對對 哦 教大家 要用三系列的產品 齁 對對對 別說 人家 從他的iPad拿出來 我們剩一張 哈哈哈哈 也有說 那個 那個 英語 英語語言的教學 嗯嗯嗯 也有這個 也會輔導 輔導各位 大家去考證照 嗯嗯 考導遊證照 哦 哎 現在 現在證照就 就很重要 所以 很多時候 都要有一些證照 啊 那那這個計程車學院啊 哦 是 去上課 他會 給我考慈了 很難的嗎 嗯嗯 導遊證照 國家正式 考試的話 才會 就去 以國家的 那個考試 學長的 國家 有標準 會基準啦 那學院的時候是 嗯 輔助 輔助 輔助你 上 上去 考 考照的那個 嗯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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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而已 哦 所以說這個學院 他是 基本上你是司機大哥 哦 對對對 那你就 可以把他報名 對對對 你是學院 你可以 報名來為 學院的學生 啊 上課很貴的嗎 哎 不用呢 目前是沒有收費 那不用錢啊 他是高雄 他怎麼不算 哎 高雄 他是去提供他的專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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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這個學院 嗯嗯嗯嗯 自己去 去 跟 政府他們接洽 我們去參加的人不用錢就對了 對不對 沒有沒有 對 對對對 他要加在那個學院 嗯哼 你要 本身是計程車司機 嗯哼 所以最重要的條件是你以司機大哥 哦 對對對 啊 輕握啦 像我這樣 這樣黑白握了 哦 不會啊 你現在黑到現在算轉型成功啊 你已經 算 擲 做旅遊 哦 還可以 開車 開車是一個工具啦 哦 對啊 對啊 嗯 嗯哼 啊就 哎 哎呦 你如果媽媽很累的店開得很累 可以到街頭藝人去 擺一擺 看一看 人情走來走去 啊哼 這是我的興趣 哈哈哈 開車 他們跟他們導覽 導覽了很累 都要停在家做街頭藝人 哈哈哈 對啊 那執照換一個就好了 發現很多店員 哈哈哈 對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對 超哥 你比較要做街頭藝人 還是比較開車 我比較要帶的外國客人 這樣哦 他樂趣 因為是單獨 不要一下子面對那麼多人哦 嗯哼 只會 比較 比較 出 那個興趣啊 嗯 因為 你外國的客人過來 嗯 最主要是人情啦 我知道嗎 嗯 去街頭藝人的話 嗯 因為 我這個東西比較 我 我 我編織的比較特殊啊 嗯哼 人家都會一直問 一直問 哦 你 一下子 過來好幾個 你 同樣一件事情 你要講好多遍 這樣哦 所以 我感覺是 比較 比較不適合於我啦 哈哈哈 是你說那個 外國人家來哦 他們說他們是怎麼 很愛來台灣呢 是要來看什麼嗎 要來看什麼 嗯 他們大部分都是 沾水嘛 啊 你如果比較年輕化 他都會 比較刺激的 嗯 像我們台灣的發生意 哦 嗯 衝浪 嗯 對不對 哦 這些都他們比較刺激的 嗯 對啊 啊 啊 大部分都是這樣 這樣進去 進浪 嗯嗯嗯 OK 就看 看 那個客人的需要 嗯 哦 你要帶什麼 嗯 啊 所以 所以他本身 要學習很多東西 對 所以說你現在的興趣還會 你有再來想要看什麼證照啊 再來喔 是 再來是可能準備要退休了 哈哈哈哈哈 退休也要學耶 這樣就很忙了 這樣就很忙了 你看 嗯嗯 他在那個網路上 可是飄龍 飄龍 飄龍 大家都叫他飄哥啦 哈哈 嗯 他有 在那個這個 才客人家的時候 開考了三個街頭藝人 編織的證照 他現在又是解說員 所以他也不然 不然跨到說 為自己的行業的價值啊 哦 他都收藝結好 嘿嘿 好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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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回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